但是,我跟我們講不懂 嗨,你們怎麼沒有過來 手要扛開 手要擋好的臉 手要擋開 可以可以 我們有時候最後的地標了 五號 是一個五號的招牌 那個是非常有疑似感 一二三 一二三 五號 一二三 五號 好可以 一二三 五號 一二三 五號 五號 鼎氣回聲 大家聾眾 五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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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公里長 五號 五號 一、二、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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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花蓮五號這個地方半多痛 我覺得真的是很高興 因為我們這個全目的都是有機的那個茶園 所以 能夠被我們老茶協會納入長茶的一個茶種 實屬不簡單 表示我們的蜜香紅茶 在全台灣的這個茶業界裡面都獲得一個認同 我們希望說這樣的活動能夠把我們的蜜香紅茶推廣到全台灣 每一個地區 甚至全世界 最主要是我們是台灣的蜜香紅茶發展協會 那我們為了要推廣我們所有台灣每個地方的特色茶 然後我們了解在五號這個地方有一個非常出名的茶藝叫做蜜香紅茶 然後我們到這個地方看到蜜香紅茶的發展還有品質這麼好 然後我們也對天對地都有一種敬仰之心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許願書 而且它在呵護人民 呵護茶樓也在呵護這個努力 所以呢我們希望它的呵護 我們對它許願 祈願未來的這個台灣的茶葉 還有本地對這裡的蜜香紅茶會越來越發展越來越好 這就是我們要來這裡辦這個活動的主要目的 謝謝